哈喽大家好,我是Gary 在今天早上结束的一场英超比赛当中 西汉姆连队做客挑战曼城 曼城在主场以3比0的比分 可以说是相当轻松的战胜了 为保击而烦恼的西汉姆连队 但是比起这场大胜 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打破了 英超单场进球记录的哈兰德身上 仅仅是打了31场的比赛 哈兰德已经进了35球了 打破了之前由安迪克尔 以及希勒所保持的34球的记录 当然还有几场联赛要打 能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 然后再延续 把这个进球的记录再往上涨一下 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的 哈兰德现在这个状态 可以说是如火中天 也是代表了这一代人的绝对最强的力量 那么说到哈兰德 可以说整个生涯都是顺风顺水的 那么继承了爸爸非常优秀的基因 很多人都不知道 当然很多人先是知道 哈兰德是在挪威 有挪威的护照 也是挪威人 代表的也是挪威的国家队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哈兰德居然是在英国出生 也是持有英国的护照的 那么甚至在出生之后的几年 哈兰德一直都在英国 在伦敦度过他的联佑的时候 直到后面回到了挪威 所以很多人就有这个疑惑了 那为什么哈兰德不能加入英格兰国家队 去打世界杯呢 为什么要留在挪威队 挪威队连这个世界杯的制格赛的最后一轮都去不了 那很多人就有这个疑问 那么之前的这个进球杂志 在采访哈兰德的时候 也是问到这个问题 那么哈兰德明确的表示 不会为英格兰队出征 当然了这是他个人选择 个人意愿的一个表达 他觉得呢 虽然自己在英国出生 但是呢更长的时间 更多的时间呢 都是在挪威啊 在这个国家里面度过的 但是非法呀 原来呢 有一条非常定性的这个规定 就是说一个国际球员 如果是持有多个国家的这个护照 与国籍的话呢 如果在21岁之前呢 代表了某支国家队参加了成年的正式比赛 多于三场或以上呢 则呢 不能够改变国籍 那么哈兰德呢 在他21岁之前呢 已经为挪威队呢 参加了20场以上的这个成年队的正式比赛 因此呢 也是失去了更换国籍的代表队的这个资格啊 当然了 这也本身不是哈兰德自己的这个意愿 很多人就觉得 哎呀 如果能够真的能够实现呢 那么对于英格兰队的实力呢 将会是一个大的提升 对于我们喜欢看足球世界杯的朋友们来说呢 能够看到哈兰德在世界杯上的这个身影呢 肯定是非常的非常的这个兴奋呀 可惜这个事情并不会发生 Anyway 那么我们看一下未来的机场联赛当中 我们哈兰德能不能够更新刷新 英超单场最多的这个进球记录 好了 今天这条新闻就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儿 如果想要我们的节目就订阅点赞与关注 我是Gary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